佛陀制令戒律 让我们远离贪浊 迈向清净之道 芳香的气息 可以迷人心目 歌舞色身可以上人心志 都不宜修行人 因此衣着应当 力求朴素 不穿华丽的衣服 不涂抹香水 胭脂 这样有助于色心正念 远离贪染 自然能够迈向清净之道 那在最基本的 我们这五条节 一定要把它守好 接下来我们有三条 其实呢 就是让我们 不要有那个贪恋 不要有那种 像我们不要 香花慢 吉祥有徒生 这都不要 我们这样说这个戒 我们这些都不要去做 那以及呢 我们不要呢 就是要去 顾往观听 就是不要去享乐 这都不要 那第三个 就是不要呢 是要去 就是我们呢 就是不要高广大床 不要去享受呢 睡潭荒床 一般我们都是 出家人都是一个 单人床的一个 四十八尺 那佛陀也讲了呢 是以佛陀的手指啊 两寸呢 我们高度呢 就是以八个手指 就是一尺六高度 就是只要超过这个高度 就是算高广大床 佛智齿界的用意 主要在告诉我们 对物质的生活 要能够淡薄 要能够身体精进 修行不放逸 才能够与圣道相应 所以修道者 在物质方面 应该力求简单 不应该贪着物欲享受 转而勇猛精进 这是我们对佛智齿界 应该有的认识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苗栗采访报道